詞曲 李宗盛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小楊哥 出招吧 我覺得女子好可憐喔 為什麼呢 在家裡面呢 要當你們的小看護 出門之後 還當行動小秘書 為什麼咧 照顧人是女人的天性嘛 對不對 你現在練習一下 將來還要照顧寶寶啊 對不對 不是嘛 你看看 我們也要工作啊 我們要照顧小孩 又不是真的費用也沒領薪水 就樂觀一點去面對嘛 你就把寶寶跟李懿 當然是兩個小孩囉 兩個小孩的感覺 好嗎 不行 不行是吧 對 所以我跟你講 男人是怎麼樣 你知道嗎 老婆是取回來疼的 不是取回來使喚的嘛 但是我可以插個題外話嗎 什麼事 你有沒有覺得最近乾冰 有一種攻擊性 有顆粒的對不對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就是他弄得不是很嚼 你知道嗎 結晶的 對啊 每天被噴到這樣 玉琳哥你哎呦 然後咧 不是 我說下一次會不會射出來 除了有那個煙霧之外 有 有 他就是顆粒的好不好 你看顆粒滿天飛 好 那我們今天也請到了我們演藝圈三位呢 他們覺得他們是台庸啦 好不好 歡迎三位 台庸女人團 我覺得前後是台庸是還蠻講得過去 中間那一位是 欸 我很台啊 你們很少有台庸吃這麼好 台庸 台是OK 但庸就 我真的 我跟你講 而且其實我還 完全看不出來耶 真的嗎 我手 我跟你講我可俐落的 真的嗎 我可是台庸裡面還算頂級好使喚的 真的 真的還算了 放過他啦 因為最近 他看到小禎跟捷克的新聞 他已經瘦了兩公斤了 他過程順不絕心 我今天本來想說來現場 問問他本人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個新聞 他知道你今天會來就不來了 他如果今天來的是小禎 他就 一天四集都坐這 對 現在看不到他 他看到小禎就要來 真的嗎 亂講 不要再拿車力攻擊我了 好 那我們聯合國型男這邊 當然也覺得啦 你們講的這是什麼 該做的事情還是要做嘛 對不對 女人作家是天經地義 這是傳統台灣男人的觀念 但是各國型男們 難道也是這麼迂腐嗎 從墨西哥來的Amigo 葛夢孔 就很不習慣女友的伺候 而法國的法比歐 為了避免破財 最怕女友幫他打掃 到底這背後有什麼 不為人知的原因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男主外女主內 是嗎 男生在外面工作 女人就是必須要在家裡面 幫忙一些哪裡家庭的事情 那小咪也上通告啊 他也主外了一點點 沒有 他那個是偶爾嘛 那個是插花的 對啊 以那比例來講的話 那當然是男生在外面比較多啊 所以啊 他幫忙有的時候做做家事 這個是天經地義的嘛 那你有付薪水給小咪嗎 這肯定我賺的錢全部 都我自己管理之外呢 我也會適時的 淡透了 放一些在他的戶頭裡面 我以為你會適時的去炸他一點 你沒有定時定量 定時定量 有嗎 我連吃飯都做不到這一點 這就對了嘛 所以呢 我老婆不會有怨言喔 為什麼 我老婆也幫我做很多事 但這點我很感恩啦 我沒有認為這是應該的 那純粹是因為她愛我 她崇拜我 所以她自願 喜歡幫我做那麼多事情 可是 你講到負薪水 Salarry 這個事情 Salarry Salarry That's right Salarry 那個事情 請問月薪多少啊 我跟你講 小梁就很清楚 小梁你告訴我六月月薪多少 她的月薪 她的月薪是用錢可以計算的 對 我就是用錢計算 玉琳哥都把她的一生給了她了 對 我是全部都給她 真的 我跟你講 人家有的人說是過路財神 對不對 我器官捐贈這個寫她的名字 指定捐贈給她 她不要啊 沒有啦 講到錢的事情是這樣 人家有的人是過路財神 還不錯 像會計小姐是過路財神 對 我是連過路都沒得過 我錄完影 我在那邊搖屁股 我在那邊賣命對不對 錢就她領走了 就兜她的啊 就兜她的啊 你吃都對啊 我出門也就是帶個 兩三千塊應急而已啊 對啊 她錢都領走了 阿梅是丟個飯糰給她 Oh good 就是用這樣的心態在對你 真的啊 所以你們家那個 牙是薪水很高的 她沒有高不高的問題 她等於就是全部都是她的啦 就是很高啦 有的時候吵架我還很高興 想說沒關係 吵就吵 那因為她就不跟我來了嘛 那我錄我的影啊 我錄完影以後我錢領了 嘿嘿 我去 大吃大喝 對 然後越錄越開心喔 空看手錶說 快錄完了 等一下我可以領到一疊錢 我可以去吃吃喝喝 錄完了對不對 好開心喔 工作人員 錢給我 韻哥 你老婆剛剛來領走 哇 對 難怪你今天換助理了 喔 對 今天不是芽芽陪這玉琳哥 對 而且芽芽安排一個男生 來陪這玉琳哥 對 是 沒有 老婆現在也要靜養 要像六月看齊 她也要準備要積極造人 所以不太勞累了 對 是 沒有 我是很勞累的狀況之下 對 你的體質應該是要更勞累 胎兒會更健壯 真的 跟狀況不一樣 對啊 那女人團呢 你們有什麼誇張的事情嗎 你們敢這樣控訴男人 當然可以啊 還想到那個大概 我們這個智慧型手機 大概是多久前 好幾年前 才休息 近五年吧 然後我們剛剛拿到的時候 大家都不會嘛 所以我們就慢慢開始學對不對 那我們就是會去看說明書啊 然後會去問啊 會上網查怎麼用啊 可是呢 我們家宋達明是 完全就是叫我幫他 把通訊錄 把所有的東西都輸進去 通通都弄好了 然後交給他 我也是這樣沒有用 因為他不會用啊 你都輸好了給他沒有用 所以他每次都說 欸 你不要光自己顧得完嘛 你也教我一下啊 然後我教第一次 好 教完了齁 會了齁 好 OK 第二次喔 一定又是 欸 老婆這怎麼弄啊 然後我就會有一點弄到煩了 你就會有一點說 齁 上次不是才跟你講了嗎 他就會說 欸 你現在是什麼態度 你現在是認為我比較笨嗎 就你不只是要一直不停的跟他講 你態度還要非常好喔 你都不可以顯出不耐煩 或是嫌他過時了 之類的這種態度 所以你都要好好跟他講 可是講大概十遍喔 永遠只要電話來了 或是簡訊來了 不管我多遠 他那個手機是用丟的給我 就說有電話來了 你趕快看怎麼辦 到最後是這樣 不對 他丟過來你就用頭把他頂回去 他永遠是很像那個 火燒起來那個電話一響 他就很緊張然後就趕快丟過去 你趕快看那怎麼辦 有人傳簡訊來了 怎麼看 怎麼辦 然後就很緊張 然後你每次接到你就會覺得 你怎麼會那麼遜啊 可是還是臉色都不行 好好我幫 就不能不高興 還是要把他接過來 然後幫他砍 所以我就覺得一個廢成這樣子 然後還要要求我們 和顏月色耶 就是一件事情講一百遍了 他還是不會 然後自己來的就丟給你 家裡面有一大堆 沒有沒有 其實百榮他也是矛盾 有一天達明 如果他都自己來的 自己會了 也會上網 也會幹嘛 也會打字飛快 你反而會失落 你會質疑自己存在的價值 我老婆以前都幫我處理 後來我想說 有時候難免吵架 吵架的時候呢 糟糕了 我就整個手機跟當機一樣 因為我跟達明一樣也是不會用 後來我就決定要自力更生 男兒當自強 不要再看女人的臉色了 沒錯 我就潛心研究 你知道嗎 我買了三本 我跟iPhone有關的 那個什麼 iPhone什麼 雜誌 什麼戰略 攻略啊 什麼手冊 月遇 我後來好厲害 你知道嗎 後來他有一天就看我 看我在那邊 兩行青淚流下來 哪有 誰有那麼誇張 他跟我說 你不愛我了 沒有 我玩手機怎麼不愛你 你再也不需要我了 後來我還裝笨 其實我現在很厲害 你知道嗎 但是我在他面前都還要裝笨說 這怎麼辦 這怎麼弄 怎麼弄 你就最方便給你滿足他嗎 你怎麼這樣 對不對 不要這樣講 你給你其他部分加強吧 怎麼這樣講 女人矛盾就是矛盾說 她想要像媽媽般的照顧你 天氣 可是呢 她又有時候會嫌煩 不是 那我們還不能嫌煩 如果今天芽芽對你 顯露出一個 你有一點笨的表情 你可以接受嗎 那我就有時候會睡睡內 然後說 哎呀 你不幫我弄 那我看有沒有誰可以幫我弄 對 都會這樣子講 你知道嗎 就把我找別人弄 就好像會去找別人的感覺 對 不是耶 玉琳哥講這個是客氣了 你知道嗎 他們家的家規有多嚴格 從早上起床開始 講給對面三個人聽聽看 各位 你如果聽我們家芽芽的遭遇 你會覺得你們是公豬 但我還要強調一點 我是充滿了感恩 我沒有認為他應該要這麼做 是 一切出自上對我的崇拜跟愛 是 我是這樣子 其實不是結婚後 婚前就這樣 我早上起床 我只要負責起床 我先問一下 等一下你以下所有講的事 是他主動還是 他主動 他主動 我也沒有逼他這麼做 剛剛玉琳哥第一句話就講說 他早上只負責起床 我只負責起床 有時候不一定起得來喔 但是他負責就是起床 好險有起床 有一天如果 如果忘了要起來的時候 可能就永遠 也可能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老婆特別珍惜 我老婆常說 是這樣子在談算喔 我的天啊 言歸正傳 就是說 我只要負責張開眼睛 然後我進浴室的時候 我進浴室的時候呢 牙膏就已經擠在牙刷上了 那當然自己動還是要的啦 那刷一刷完以後 我就進房間 因為準備要一天的工作了嘛 我就把他手伸開 衣服就套上來了 直接套上來這樣 對 然後呢 我一個小跳躍對不對 因為他就把 本來沒有嗎 他本來沒有 我醒來的時候沒有穿啊 我以為你跟杜力一樣 買不到合適的內褲 他就把內褲弄好 然後我就 腳弄進去對不對 然後衣服穿一穿 然後我就 就稍微 還打盾 要打個盾 打個十分鐘的盾 因為呢 你要給他時間去準備一些 因為晚上被黑白無常壓軸 然後呢 十分鐘過後呢 我就有一個 可愛的小包包 那個包包是他的啦 不過他都叫我提 是 那個貓頭鷹的小包包 裡面就放好 健康食品啊 養生食品啊 飲料啊 還有家裡的地址啊 你的身分證字號 對啊 我覺得玉琳哥 都要植入晶片的感覺 他還找得到人是嗎 對啊 然後我就提著 那一包包對不對 然後呢 他就 他就開車嘛 那我也不用跟他到B1去 停車場在B1嘛 是 因為他會先到B1去 然後我在 當我走到我們家大門口的時候 車子就 他還開車來接你出去 不是 他們打電話叫就好了 附健巴士啊 還會有司機上去 抬他下來的那一種 對 好 那你們會說 幹嘛給老婆開車 其實本來我是自己開的啦 那我承認我技術沒有那麼好 因為有時候邊開會邊想事情 東想西想的 他比較專心 再者 因為我們有時候到錄影地點以後 他找停車位 很耗時間 那他就 所以既然入神 他就開車就好了 對 這比較方便 然後一整天就差不多就這樣過 然後回到家裡面 也是一樣 我印象中 我在吃飯 好像也是 打手打張開就好了 蛤 真的 我跟妳講 我現在知道雅雅的功能是什麼了 就是一個老人看護 真的 反應要幫你拍檔翻身嗎 這一次我常常鼓勵他 我說 你現在不要覺得委屈 你這也是一技之長啊 以後 以後可以找金主來投資 你做那個老人院 尿袋有的時候 要更換一次 沒有啦 沒有啦 我講的是有點誇大 不過我們如果一起吃飯的時候 我朋友都知道 他是會幫我夾菜 然後這啊 然後要我吃 你知道雅雅這個兩個疊字啊 在菲律賓嗎 對 它其實是女傭的意思 真的嗎 真的假的 不是瑪莉亞嗎 就是菲律賓的女傭 所以我如果到菲律賓 菲律賓 菲律賓是這樣子嗎 路上就一堆 他們的女傭就叫菲律賓 然後就是負責 菲律賓的Dagaro 他們就是負責各式各樣 比如說打掃的有 打掃的菲律賓 然後帶小孩有帶小孩的菲律賓 他們不會重疊 統稱都是菲律賓 難怪菲律賓要做這麼多事情 沒有啦 你今天也是扮相是走菲律賓的風格 沒有啦 禮拜天常常會碰到 我必須要強調說 那是因為我是他老公啦 他對別人當然不可能這樣 當然 那純粹就是說出自對於我的喜愛 對啦 當然我也是強調 強調說我是很感恩的 那相對的我們也付出很多 小娘剛剛講的是對的 是 我就是全部全部 A L L 全部全部就都給他了 你剛剛講英文的時候 後面少侠一直在搖頭 我的英文不夠 我聽不懂 不是 你剛剛在講說 雅雅幫你做任何的一件事情 他在哪裏 少侠 今天什麼 少侠 少侠 今天什麼 少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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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侠就一直在後面這樣 他不相信 他不相信 你認識對的台灣女生 真的 沒有遇到 對 像我其實也滿像雅雅的 是 我會幫男朋友撥好葡萄 塞到他嘴巴 然後再手去接著 他葡萄子接著 真的假的 對 男生真的多殘廢 你知道嗎 雅雅 不是 可是我沒有解雅雅 這個我可以幫韋如背書 因為他的幾個男朋友未認識 對 那真的是有口碑的 今天就不要聊了嗎 OK 聊你撥葡萄的事情 對 我聊這個我自己小雅雅的故事 就是我還會幫男朋友 叫我起床這件事情 喔 就是每天男朋友 所以妳就是那咕咕鐘就對了 對 咕咕鐘 因為鬧鐘這種東西 他們會把它驚醒 所以我必須要用我的人體鬧鐘 就是我每天早上起床 用妳的身體 對 用我的聲音 有時候是因為我不在他身邊 我可能要打電話給他 而且你還不能太早或太晚打 因為你太早打他會說 靠 還有五分鐘 我是不能再躲睡 他會跟你生氣 如果太晚打他會說 你是不會早點叫我 我都快遲到了 是 這麼說 對 妳是 對 因為我覺得 天性 母性的光線 因為畢竟我還是傳統的中國女性 但是 這不是傳不傳統 你把你的男人 訓練成生活白痴 對自己有什麼好處呢 但是我跟你講 男人真的碰到女人 真的會很健忘 特別是我還會當那種 人體的行動秘書 就是行動記事本 像只要是有關女生的事情 女生的生日 包括你爸媽生日 你要跟朋友聚會 他會完全忘掉 他就說禮拜二吃飯 你自己記得 然後你就必須要去提醒他 可是他都會記得他自己的事情 只要是有關我們兩個共同的事情 他就會完全忘記 你都要隨時的去提他 等一下兩點多要一起去吃飯 爸爸媽媽會一起來 對啊 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真的很誇張 你是不是常常被偷吃 不常常被偷吃 偷吃 為什麼為什麼夢多 你為什麼會講這種話 這個兩性大師怎麼會出這樣子的 而且錄影講 他兩性大師 而且錄影好笑 就好像你怎麼把 真的事情講出來 怎麼會都講出來 你 你也要這樣 整個壓壓出來 基本上啦 就是說 那時候的男朋友十幾歲 跟你差不多嗎 有 還蠻多的 要講哪一個 有比他年紀大 也有比他年紀小 如果跟你年紀差不多的男生 一定會偷吃 不一定 不一定 我先問一個問題 你是單身嗎 對 現在單身 唉唷 唉唷 什麼 小鴨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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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立 太缺了啦 肚立 我就是很好奇的問一個問題 肚立 因為他幫忙做那麼多啊 對不對 對啊 你今天一整天錄了四集影 你一直在我面前跟別人調情 對啊 就把運氣放在哪裡 對啊 韋汝你也不要太高興 因為他上一集 調情的人是小CALL 對 小CALL 對 而且我聽說他有點暗戀失眉是嗎 對啊 但是我已經放棄他了 放棄 對啊 因為我很忠誠 對 我就是捷克的人 對 捷克就放棄了 什麼節目 什麼節目 對啊 馬丁還有更over的事情 是假 更over 我就是不覺得啦 比如說因為我走末 我就喜歡放懶一下嘛 嗯 我大概九點起床 老婆可能睡到三點 那我九點起床 我先就下去樓下啊 然後打個電動嘛 然後 不一定要吃飯啊 或把窗簾打開啊 或弄一弄什麼洗臉啊 就可以打電動嘛 然後就是會打電動 打電動 等到就是他要下來 開始煮飯 煮飯 然後要放我桌上前面這樣 要要要 對 如果沒有筷子啊 或沒有什麼餐具的啊 那就不能吃嘛 不行不行 而且要等他來 馬丁你們真的很適合 三個在一起 然後就一起餵 不是啊 我們約好 吃完飯還要拍一個 我們約好 我們三個以後一起住 同樣的老人院 好耶 我覺得這個概念不錯 三人房比較省耶 真的 而且你們習慣相同 芽芽比較好伺候 對啊 交流可以打電動 也可以一起吃火鍋 對啊 什麼事情都可以做挺好的 嗯 夢多咧 到19歲都在日本啊 然後就是說 而且是 我是很傳統的九州男人 所以就是我的 從小到看到 就是爸爸媽媽的教育 就是說我女生 我的女朋友 就是幫我煮東西 整理東西 洗碗 回到家按摩 然後都什麼都會做 然後覺得 因為我不會覺得 那個時候覺得 哇很好 因為就是被 就是教育的理所當然 後來來台灣之後 天啊 我來西方 我來自在 我來掃地 這完全不一樣 說看來台灣之後 有點嚇到 但是就是基本上呢 就是還是我的觀念 我是希望我的女朋友 或是就是以後的老婆 就是可以幫我 就是稍微打掃啊 所以是家裡的事情 他們來做 然後就是我們男人 在外面賺錢 我覺得玉琳哥 真的太大牌 但是我想說 我太大牌 對我不想得罪你 但是你剛剛說 台灣女生應該都這樣子 我想說沒有 我就是我們的錢 還沒有賺得那麼多 沒有 這跟錢 我講錢就 就髒掉了嘛 對 因為他說的是真愛 對呀 玉琳哥那你試試看 從今天開始 都不要把你賺的錢 交給芽芽 你看他會怎麼做 他可能會回娘家 對 真的 all the way down 真的 那你說 可能真的跟錢有關 八位型男 你們真的覺得 男人在外面打拼 女人都應該做全部的家事嗎 覺得對的請舉圈 不對的請舉叉 喔 第一排都是叉 第二排都是圈 欸 欸 我跟你講我們先聽一下 最浪漫的法國人是怎麼樣 對 對我 我比較喜歡自己做自己的事 可是在法國 有文化 法國文化是 女生在工作 女生在家 男生在工作 女生在家 所以有很多法國男生 覺得女生應該 做 家庭逐步的工作 工作 做菜 洗衣服 你講沒關係 玉琳哥都會翻譯 我可以幫你翻譯 對 其實我法文也懂一點點 沒有啦 跟你講我的法文名字叫做 Sat down please 哇 這個法文講得還蠻標準的 Sat down please OK 可是現在跟 對 比較年輕的人 不一樣 比較年輕的人 你講的那個是比較傳統的 新世代不是這樣想的喔 因為現在女生 在法國 他們要是 獨立 獨立 所以他們不要照顧 男生的 男朋友的 事 的問題 其實現在日本也是 雖然我現在是這樣子 還是覺得我是希望就是女生在照顧家裡 但是就是現在日本的 有些年輕人 就是還是就是說 兩個人都打皮 然後我想要一個 我的朋友 他是也是九州人喔 他是就是 變成女生在外面工作 然後就是他在家 在裡面就是顧小孩啊什麼的 其實有開始慢慢的變化 對 還是我是看情況 而且發現我來台灣的時候 應該你們都發現就是台灣的 女生的老闆其實很多 對 女鄉人 多於女鄉人 我說真的 每次就是來台灣 基本上在日本 就是老闆都是男生 韓國也是 但是我來到台灣的時候 哇 天啊 女生就是 說真的 女生的個性滿強的 真的 對 而且就是很會做事情 對 而且我跟你講 我覺得台灣女生 還有一個很特別是 除了女老闆多之外 我跟你講 他們下班回家 也還是做家事 對啊 我覺得台灣女性真的超強 對 對 我覺得班頭可能要換位子 你過去啊 對 我是講雙話 對 對 那孝小的德國 我覺得德國的情況比較複雜 最理想的 我覺得女生不必上班是最好的 對 就是現實生活 就是很少允許我們這樣子 所以如果我希望我的錢可以多到 我的老婆根本不用上班 但是 如果她想上班 硬要上班的話 我也覺得可以 但是我覺得小孩在太小的時候 我很不希望她 找保母 我覺得這樣子 要自己帶 要自己帶 我覺得對小朋友還蠻重要的 對 這一點的觀念就是 就是兩個父母 要一起在外面發表 然後在家裡 要一起照顧小孩 你要分配 因為比如說現在的社會就是 爸爸在外面賺錢 看不到小孩 那居然不是也很可憐嗎 對啊 所以我們就是認為 你要多分配 爸爸要多在家裡一點 然後媽媽就可以多外出一點 所以你的意思說在瑞典 不只工作重要 家庭生活也很重要 對 所以兩邊都要分 對啊 相當認同 我也是這樣覺得 因為我覺得 男生常常會覺得 你在外面賺了一點錢 然後回去 叫老婆不用花 不用到外面賺錢 就會給老婆一個臉色看 是 然後你又心裡面 你又會覺得 他講的問題不是我 濕人的嘴軟 男人的手短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你就會覺得說 我每天辛苦 你在家幫我做 應該的 但是無形當中 你這樣的行為 就像是養寵物一樣 對 然後那女孩子就會覺得 原本的那些愛的成分 都會慢慢的不在了 所以 我之前就被 因為 這樣的惡妻給自己 傷害過自己 所以我知道這樣的狀態 所以 所以我為什麼 所以我對我老婆絕對不會 她想要 她想要工作 她想不想做家事 隨便她 可是玉琳哥也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所以舉岔意思 就是說 當然我所有錢都是我給我老婆 那她對我也很好 可是呢 我一直強調說 這是相對的 因為我對她一定也有付出 沒有人是傻瓜 她對你那麼好 一定必然有原因的 有時候放假 然後老婆跟我說 老公我要出去洗頭 什麼 我要出去洗頭啊 洗頭 過來 然後我就把她推去浴室 嘶 我就幫她洗了 這麼浪漫 對 自己幫她洗 我幫她洗頭 對 這是生活情緒 會不會洗她滿臉都是水 不會 我洗頭技術還不錯了 對 然後幫她按摩頭皮 對啊 然後呢 然後女人也有不方便的時候 比方說 那個來啊怎麼樣的 那幾天她就是身體 比較不舒服啊 心情不好 那我們家有養狗嘛 那平常那個狗是牠在餵的嘛 那狗那個大小便那個尿布 我也是袖子捲起來 我也可以去清理這些死尿的啊 餵狗吃飯啊 有一次在半夜喔 半夜兩點喔 因為女生不是會驚痛嗎 其實驚痛 其實喔 有時候就是忍耐過也就好了 欸 我可不是說 叫牠躺著睡到早上就好了 我是喔 因為我們家住三種很近嘛 是把牠送去急診耶 嚇死那些護理人員說 怎麼回事 半夜兩點 送牠去急診 送牠去急診 好誇張喔 對 因為我就捨不得 因為驚痛 我捨不得牠在那邊哀哀叫啊 然後也是婦產科啊 然後看啊 然後驗血啊什麼的 對啊 你這樣是要給牠一次警告就是 就是一個驚痛 然後 你讓牠以後怎麼好一直在 你密點還是我那個來 你是故意的吧 真的 沒有 是因為牠痛得好像很辛苦這樣子 所以我想說啊 如果看醫生可以趕快好啊 那醫生當然也是開止痛藥啊 然後檢查一下這樣子 OK啊 對啊 那也就是說我們不是那一種 我說一味的接受人家的好 我們是有在付出的 是 對 你有沒有從這個綠菱哥的這個分享 你有聽出來就是 他老婆平常真的把牠訓練到 實在太廢了 就是其實這麼小的事情 其實很容易你就可以處理掉 比如說你把牠弄個熱水袋什麼 讓牠舒服一點 或是家裡止痛藥就好 你不用大費周章的把牠送到醫院去 對啦 就是你平常照顧得太好 那是醫院離我家近 對啦 想說送去比較親油 這樣 就想說 送去就沒我的事了 更輕鬆 但是我其實也蠻好奇的 因為我們節目從來沒有墨西哥人 我們想問那墨西哥是怎麼樣 墨西哥其實跟台灣的觀念一樣 比較傳統 所以因為墨西哥人會覺得 女生應該要待在家裡 處理一些大小事情 比如說照顧小孩啊 或是整理房間啊什麼的 因為像我媽媽 我媽媽是一個醫生 但是大家都會被我媽媽 我阿嬤或是阿公 一直黏 因為他們覺得 女生不必過那麼辛苦的工作 所以大家每次我們去照阿嬤 或是一些阿姨 他們都會覺得 你應該要在家裡啊 照顧小孩啊 什麼的 聽起來好像都差不多啦 都是男主外 女主外 美國可能不一樣吧 對啊 因為美國的經濟 現在都是這樣子 兩個人一定要在外面工作 不然你就沒辦法養家 境界那麼激烈 對啊 現在是這個狀況 所以覺得 如果兩個人都在外面工作 那兩個人要好好的照顧家裡 我覺得這樣子比較公平 我必須要分享一次 就是我們有一次 在教會分享的時候 他們情況有點不太一樣是 老公跟老婆 在沒結婚之前 老婆是老公的下屬 對 所以呢 老公在上班的時候 就已經不停地 叫他去做什麼事情了 所有的公事 已經是老婆在處理 像助理一般 但回到家還是一樣 什麼事都是交給老婆去做 好啦 生完小孩之後 老婆的角色不是老婆 他變成保母了 所以在家裡面 不只要做老公的事情 出來還要負責老公的業務 回到家還要帶小孩 這樣五年下來 他老公一直覺得相安無事 他就是每天去應酬 賺錢 回來一樣 該做的有做 比如說是給家用啊 然後偶爾陪陪小朋友玩 第五年開始 他並不知道他老婆的 身心已經崩潰了 他老婆有一天在他回家 就默默地遞出了 離婚協議書 離婚協議書 對 家裡面最恐怖的一本書 對 因為他一直搞不清楚 自己的地位在哪裡 他始終沒有享受到 老婆的這個身分 意思就是說 女生做太多了 反而會是一個問題 對 隱藏性的問題 對 像我就覺得我的男人 就像我的面子一樣 如果他整身打理得好好的 就表示 你這家裡的女人很賢慧 所以基本上 那我的男朋友的手指甲 是絕對不會長的 他只要手放在桌上 這樣敲一下 有摳摳的聲音 我就知道了 要剪指甲了 我就會把指甲剪剪過 引過去離合幫他剪 對 有時候幫他剪 然後不小心剪到肉 你是有神經質是不是 不是 摳摳他不能摳一下 不是 然後他男朋友 他男朋友把手舉起來 有時候就怕是 化意嘛 化意嘛 對啊 你做這麼多事 你怎麼可能還單身啊 是不是伸男腰都不行 男人不是最喜歡你這款了嗎 可是有人就是 人在福中不知福 所以就是幫他剪指甲 他們就會覺得說 不小心剪到肉 他就給你跳山剪 是說 哎呦怎麼那麼笨啊 不會剪 所以在剪指甲這方面 其實我還蠻有經驗的 就是要趁男生 特別是剪腳指甲的時候 趁男生在打電動的時候 因為他打電動的時候 手在鑽住有沒有 腳是不會動 所以這時候就可以很方便 我跟你講 不只韋汝這樣做 我們的墨西哥好朋友 他女朋友也這樣做 真的嗎 真的假的 本來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從來沒有遇過一個女朋友 你女朋友是台灣人嗎 實際上是台灣人 對 然後他 他有時候我們在看電視的時候 他都喜歡 把我的手要說 你的監視家太長了 所以他自己想要幫我剪 然後覺得很奇怪 後來呢 我就覺得 反正大家開心就好了 因為他每次幫我剪 他就很開心 可是如果我說不要不要 他就會生氣 對 那就會覺得 這是理所當然我來幫忙 所以你在家裡面 你女朋友把你伺候得非常好 你也是屬於吃飯不用伸手的 你女朋友 他打哈欠 他打哈欠裡面有說 等一下 我幫你剃牙 他牙線都 在那邊剃牙了會不會 那現在呢 現在 就覺得還好吧 習慣就好 習慣了啦 所以做太多 他也就習慣了 對 而且跟他聊天 好像跟長大了的蠟筆小青在聊天 你說他的眉毛蠕動的頻率 很濃厚這樣子 對 相當的帥氣 那詩梅呢 我是覺得男生真的很奇妙 就是你們又要依賴女生幫你做事情 可是你做了之後 做太多他又會嫌 比如說我那一任男朋友是這樣 就是 因為他們家裡面 他就是會有一些些的 比如說髒亂的情形 或是有一些些垃圾過多的狀況 我就會想說 要幫他收一下 因為營造一個美好的生活環境 我覺得 這是一個 你知道賢慧的女生應該要做的事情 對 對 我就去了他們家 就真的很髒亂 我就開始幫他收 幫他收 然後幫他疊一些 然後把書弄正拉 輕一點灰塵什麼的 然後他就會開始就覺得反彈 他就說 你這樣搞得我壓力很大 你這樣我會覺得 好像我平常自己都很費 他真正的壓力在哪裡 你知道嗎 我有一個男性友人就是這樣 他很討厭他女朋友幫他整理東西 為什麼 因為男生總是 那個有一些 不能被現任女友看到的東西 然後你在那邊 整理 整理 我那個男性友人有沒有 他女朋友就幫他整理 整理 挖到一條女性內褲 這是誰的 他吵一大架 或者說 我自己穿的啊 我自己穿的 太脆了 我當這個屁號 對 化險唯一 對 你不介意我這個屁號吧 對啊 然後過一個院長去幫他整理 翻翻翻那個書 也是幫他堆整齊 不小心從書裡面 就掉下一張照片 我啊 前女友的 真的假的 所以呢 幫男生整理物品 就是男生會有一種 即便這個男生都OK 可是可能是以前 當自己當慣了 你知道嗎 就一直會有這種心理壓力 總覺得你在那邊幫他弄 會一定會弄到什麼東西出來 對啊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不只像你說的一樣 你會找到一些東西 但是我覺得 他們還有一個壞習慣 會把一些 你需要的東西丟掉 喔 搞不清楚 對啊 可能是 你留一些東西 你覺得很重要的一些 之前收過的東西 拿忘了回憶 對啊 然後看到就覺得 這個可能是垃圾 他亂放的 然後把他整理到 把他丟掉 你去找的時候 東西已經不見了 那你就問他 欸 你有看過這個東西嗎 好像是 我沒有啊 但是東西不見了 你已經知道 一定是他丟掉的 丟東西的這個事情啊 因為像我的衣服 他也很愛丟 衣服啊 那我就是在 我在找我的衣服的時候 欸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外套啊 就 唉呦 已經不流行了 已經看膩了啦 不用了 他都沒有問你喔 對啊 都沒有問你 就不直接把他丟掉 衣服太多啊 你這些內褲不用了 丟掉 但他 他有幫你再買一些新的嗎 沒有啊 但你要 你好啊 就沒有衣服了 可是他這麼容易膩 啊你怎麼還在 你轉過去 你轉過去了 這也要轉 所以他家裡東西 常常在翻新就對了 對對對 對啊 我也有這個問題 就是老公 永遠就不會看膩 我也有遇到這個問題 就是我之前 還滿喜歡那個養 是養植物嗎 還是種植物 種植物 種植物 就是有很多很多 然後有一次我出國 然後女朋友在家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可以好好的照顧我的植物嗎 然後我從美國回來的時候 我發現我一開門 我發現 沙發是搬到這裡 電視是搬到這裡 我覺得不錯耶 不錯 不錯好看 然後後來我就看到我的植物 他們全部都是這樣子 怎麼了 死掉了 對啊 有一些就不會來 因為那些植物有一些需要很多太陽 有一些需要很多水 有一些 我已經找好他需要的那個位置 我就知道他喜歡的怎麼樣 他做了太多 就害我所有的東西死掉 對 這真的很傷腦 我之前養海水魚也是 碰到我們在打麻將的時候 就是你有那個啦 整個魚缸這樣 他是要幫我清魚缸啊 他洗魚缸 因為他不曉得海水魚那裡面的菌 要培養的 他洗他手也沒有洗 然後他就直接拿那個海綿 拿手進去弄啊 然後可能身上還有乳液啊 什麼的 隔天魚一個一個都飄起來了 對啊 但是魚這麼難養 算了啦 飄起來就飄起來了 真的麻煩 我現在家裡面還是有 持續養海水 也是一個很漂亮的風景 你這名字都還好 後面是有人吧 我有一個問題 一樣 我的朋友他也在法國 他知道我不要他 喜歡我的東西 可是以前我藏五千塊 在一個沿河裡 五千塊 五千塊在沿河 是歐元 還是 台幣 還是 五千塊 台灣的 一百 一百 然後他 他知道我不抽煙 所以他 脫下了 喔 因為我回家的時候 欸 你看不看我的一個 沿河在我的家 他說 對對 我脫下了 可是裡面有五千塊 對 那你為什麼要把你的錢 藏在沿河裡面 有問題 一個朋友給我五千塊 所以沒有一個 對 所以我裡面他的沿河 臨時放 剛好放在那邊就對了 對啦 他本來是放在CD盒裡面 但是被王仁甫講出來了 他就沒辦法用 對不對 我跟你講 五千塊還好有人是被收到愛情動作片 沒有 不是了 就是這個 導播鏡頭自己跳到夢多 這很容易找到兇手 對啊 哪會有誰呢 但是我說真的 就是有些人就是太會真理也就是沒有很好 像因為我承認我房間很亂 因為我不太會真理東西 所以我的女朋友必須要會真理的人 但是就是太會真理也就是不好 因為我是大學的時候 大學的時候比較沒有錢嘛對不對 所以有些A片呢幹嘛 就是愛情動作片 就是跟大家分享嘛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呢就是看好就是 因為我沒有很奇怪的那個 怎麼講 心碧 心碧 對對對 都沒有 但是呢 確定 確定真的沒有 所以我看好切到都是 我朋友的嘛 就是看好就是SM那種的 然後被女朋友看到 他大聲 欸 你有這個習慣嗎 為什麼我不知道 因為我越解釋越多也很奇怪 因為那你喜歡這樣不早講 然後就把 然後女朋友就把自己綁起來了 哇 編長什麼都準備好了 其實 打我吧 其實她的 編打我 其實她的意思是這樣 她的意思是說 妳看這樣的愛情動作片 但妳從來沒有對我對我好想 妳是不是對別人這樣子 喔喔 她的care這個 對 她的意思是這樣子 然後就是說 欸為什麼都沒有試試看我 妳是不是有別人 其實有 沒有啦 但是我跟你講 男人有時候很奇怪 並不是女生愛做 是你們什麼事都只做到一半 要女生來收尾 所以女生才必須做這些事情 沒錯 真的 真的 我個人的女優個性 是這樣被培養起來的 就是我也不是 我真的不是自願要當女優 可是我 我的某一任男朋友回到家之後 比如說他也很願意做家事 他也想覺得說大家平分嘛 然後呢不用吃完飯什麼的 他就會搶著說那我洗碗 因為我煮飯 他洗碗這樣 欸很好 大家分得很好 可是當他第一次洗碗之後 我就再也沒關係 我自己洗好了 一般我們洗手 就是那個洗碗槽 其實滿大的 那髒的碗放在裡面 好啦那你海綿沾了洗碗精之後 是不是開始洗就好了 然後洗完之後 你是不是洗好一個 放邊邊 洗好一個 然後最後一起沖水 就這麼簡單 可是他不是耶 他是比如說海綿沖 然後清了一個盤子之後 他把盤子放到外面來 就放到外面 就洗碗槽外面 那你連著那個泡泡 連著那個水 全部都到台子上了 然後又再洗一個 然後又放到外面 然後就整個他洗完之後 整個全部都是髒的 然後地板 很難清耶 超難清的 所以我就發現 你怎麼會這樣洗 我說沒關係 那以後我來洗好了 所以洗完就變成也是我的事情了 那比如說 我們買了外帶東西回家之後 哇 又悲劇了 比如說他就說 那我來處理 他就會把東西要打開 放在盤子裡什麼的 那比如說他要去拿 下面的碗的時候 我就要很小心上面的盤子 因為他一個不注意 就會把上面盤子 就滾下來了 然後我就要注意上面盤子 然後拿了碗之後 我要準備拿抹布 因為他在倒東西的時候 可能就會開始滴得亂洗髮 啊 諸如此類的 所以我覺得我的女用個性 是這樣被培養起來的 沒有 我跟你講 你講那麼多 我的想法就是說 你太啰嗦 我太啰嗦 你就是太啰嗦 對啊 太盡盡量 太盡量 太盡量 太啰嗦 太盡盡量了好不好 誰啰嗦 沒有 我跟你講 他太盡 已經跟你 已經在那邊幫你洗完啊 對不對 可是那你們為什麼不能 就把它弄得好好的呢 對啊 那你不會好好的跟他講嗎 不是 你說這個 男人是生活白痴 對 有實力嗎 有 杜師妹來 我們講個生活實力 我真的超多的耶 選一個就好 我們就打垮他們 我選一個最簡單的 就是 就是他出門的時候 常常會忘記事情 然後他已經是到那種 就是 他媽媽其實在幫他發明的口訣 就是 每天出門的時候 就要先念口訣 他的口訣就是 香菸鑰匙手機皮包 香菸鑰匙手機皮包 我就每天出門要先念一遍 好像在念四十四支 對啊 有一點口氣 四個四四 繞口令的感覺 對 所以每天早上出門就要念 然後我到後來 我就真的是火大到 我再幫他加一個東西 就是香菸鑰匙手機皮包腦袋 我要幫他加進去腦袋 因為他已經嚴重到就是 因為早上很匆忙你知道 香菸鑰匙手機皮包腦袋 摸了摸了摸了 後來腦袋帶了 前面的都沒有帶 對啊 腦袋啊 前面是什麼 誰要死了 誰 他就是香菸鑰匙手機皮包腦袋 然後好像每個褲子口袋都摸了 包包也 OK 出門 他每次出門之後 一定要再回來 結果 我摸了香菸 我摸從前然後有 結果發現不對那是手機 所以香菸沒帶 然後回來拿香菸 然後摸了 褲子口袋有硬硬的啊 那是皮夾 所以手機沒帶 還好是皮夾 對 就會這樣子 所以我每天都跟他講 香菸鑰匙手機皮包腦袋都帶了 OK 再出門 是嗎 我常常遇到就是喔 我們在開車的時候 他一上車喔 有時候我們會搶著開車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會特別要跟我搶 因為他一上了駕駛座之後呢 他就有一個特權 就是他什麼事情 只要動一張嘴就好了 他就會說 你現在打電話給那個誰誰誰 訂一個什麼 不然就是你上網查一下 我們現在要去的地方 那地方哪裡附近有停車位 然後我就覺得說 為什麼這些事情 都不你先先坐好 他就說你沒看到我在開車嗎 那我就發現 你開一個車子就好像 你沒聽說過 開車皇帝大嗎 什麼啦 對 是說吃飯嗎 對啊 那有一天我就搶得比較快 你知道嗎 我就立馬就上了駕駛座 我就說今天換我開車 於是我一上去的時候 我也是跟他講說 那邊今天非常難停車 你上網看一下有沒有那種APP 就是找這個餐廳附近 有什麼地方可以停車 還有分私立的 公有的還有個人私人的停車場 他就開始給我尿噸你知道嗎 不是尿噸是肚子痛 就說我現在肚子很痛 你現在不要吵我 就來這一招 然後原來就是他其實 根本就不會查這些東西 而且他 你突然你叫他打個電話 他會腦筋一片空白喔 他會不知道說 我第一步我要先打給 譬如說我今天說 星光三月裡頭有一家某某餐廳好了 我要打電話進去定位 對 他會慌張 他會覺得說 我現在該怎麼辦 那我們通常就會想說 你要不就先打到星光三月 上網查星光三月的號碼 查說你們管理的那一間餐廳 電話是多少 通常我們就馬上會有 SOP出來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可是如果你在開車的時候 你跟他下這個指令之後 他就會先開始沉默 然後到最後會 他自己會有一把火上來 然後他就會說 你現在到底是怎麼樣 我怎麼會知道要怎麼做 我怎麼會知道在家辦公室 會 那裡面怎麼會有什麼餐廳 那你為什麼出來 老人靜好你知道嗎 走起來 走起來 你為什麼出來之前 都不先查好咧 洪湯 對 然後你就會跟他講說 你們看到我在開車嗎 對 你要想好 每個人厲害的地方是不一樣 像你不太會開車 給他開就好啊 對不對 我也不見得不太會開車 真的 我覺得百榮 你們家真的很互補 怎麼 因為在家裡面 家室是達明座啊 是 所以你就要把他厲害的地方 給達明座啊 達明座是只會開車 對 他開車都還會 沒關係 真的 但是上網搜尋是你厲害嘛 是我 可是你總不能在家拖地是他拖 擦地是他擦 出門還要他查東西吧 可是因為他每次我就發現 他是故意的 一上車他就開始指使我做 打簡訊啊 然後呢 還要就是打電話啦 反正所有 反正是秘書小助理 然後 行動小秘書就對了 對 該做的事情都在他開車那一剎那時候 就開始噗噗噗 全部這樣一項一項丟出來 那如果 車是你開 東西是他Google 家裡也是他打掃的話 那請問你在家幹嘛 對 我帶小孩啊 他每次都會笑我說 我過度伸精直 就是我好像帶小孩都要 一定要牽在身邊這樣 對 他就會說你這樣 讓小孩壓力很大 你要試圖的就是放鬆一點 對 然後有一次我們就去玩啊 就到游泳池去喔 然後我想說 我們家兩個小孩嘛 然後那個游泳池 說聲不聲說淺也不淺 我說這種狀況 不盯著小孩是不行的 所以我就跟他說 你是爸爸 你盯大的 我盯那個比較小的 好 我們就一人盯一個喔 很簡單嘛 我只請他盯一個嘛 你知道我過五分鐘 我就永遠看到 我心裡就想說 那誰家的孩子啊 好危險喔 一個人在那邊游泳喔 附近怎麼也都沒有大人 然後你等一下再仔細看 那是我兒子耶 然後他爸爸就不見了 然後等到你左右看 他爸爸到哪裡去的時候 對 你就會看到遠遠有一個 水療SPA池 是 不是有那種衝的那種東西嗎 衝背的 就會看到有一個老人家 會站在那邊 衝緊部的 自己在那邊衝 然後很高興 然後小孩自己就會 會從那邊飄飄飄飄過來這邊 被我看到 就是做事就是做一半啊 小朋友會游泳嗎 那時候小孩也才四五歲 然後那個其實那個游泳池 也其實會溺水的喔 其實小孩子本來就是一口水 對啊 吞到就 所以你看到那種情況 你當然就會來火啊 可是你等到叫他過來的時候 他會說 有啊 我都有看啊 他不是就在那邊嗎 可是你就當媽媽 你就會很火大 所以我覺得我的功用是 我真的還帶小孩 是我比他細心很多 不是 你們這個駕駛的分配 就要聽一下玉琳哥這一邊 對 秘書是這樣 我老婆在我那個婚前 也就是我的秘書 剛才應徵 應徵她來當秘書 是 所以婚後呢 她也蠻那個守本分的 就是 還是當她這個秘書的工作 我們家是這樣 剛剛不是提到說 初吻她開車嗎 對 那她有一個好處啦 就是說像達明開車 會叫你幹嘛幹嘛幹嘛 我老婆是幹嘛幹嘛 她邊開車 她還是邊自己來 最讓我感動的一幕 我真的認為是離奇的 就是 就載我到電視台 然後我就上去了 然後我只是 只是稍微小抱怨說 車子好髒喔 那蠻丟臉的 因為我們男人 就是車子髒不髒 那是我們品味的代表 你知道嗎 車髒 這給人家感覺不OK 對 那我的意思是說 那錄完影 因為還有空檔 我們是不是開去哪裡 給人家美容一下 我只是交代一下而已喔 是 然後我就上去了 然後都快錄影了 老婆還沒上來 然後接著就去錄了 然後就錄完以後呢 工作人員說 玉琳哥不得了 不得了的 樓下有一個奇觀 樓下就電視台門口 她說你看 我就窗戶打開看 欸 我老婆在那邊洗車啊 她 真的 這浮誇 她 玉琳哥你回頭看一下 很美容 她拿那個雞毛 她是乾洗是不是 她拿雞毛探 她就拿蘑菇在那邊擦雞毛探子 在那邊弄啊 然後後來 後來我下樓以後 當然我還是充滿了感恩的心 我說哎呀 幹嘛呢 那個洗車廠就在前面 她說沒關係啦 就自己弄就好啊幹嘛 浪費那個錢 我說好啊 真的 你還有這個遺跡之長 我也蠻欣慰的 後來回家以後 當天晚上我就看購物台 在賣那個電動那個打蠟 你知道嗎 我就幫她買一套 你很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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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那很夠份欸 你為什麼那很夠份欸 那去送給他呢 很壞 你看少俠對你有做 沒有 我只很佩服 我覺得當有錢人真好 沒有 她一直一直那邊 有錢人坐在這兩位 對啊 她一直以為你是圈內的首富 真的 真的 沒有啦 我跟你講 真正喔 錢還是其次啊 我至今錢如浮雲 重要的還是真愛 那個 True Love True Love 我跟你講真的 他們都會用這一招 那時候我剛認識達明哥的時候 他還是告訴我說 我跟你講我很相信你 我信任你 因為我很愛你 你是我未來的另外一半 所以我什麼事情都要交給你處理 我才會放心 他都會用這種方式催眠我們 然後我們就突然有了一種使命感 就會覺得 對 這個男人把我看得這麼重要 他把他生活中的事業 工作 對 財務 還有家裡大大小事情都交給我 對 就覺得自己好偉大 然後就開始悶頭做 只要他下一個指令 就真的去做 就是 不可能的任務都要去達成就對了 所以後來 雅雅跟你結婚才沒多久 等到你再過十年看 他會不會幫你做 我跟你講 他一定會發瘋 達阿民一切交給你的 我也是一切都交給他 我連身後事都交給你 那真的是很徹底的 的確 我跟他講說 幫我半空光一點 不是 沒有 真的 就是因為你爸 你所有的都給你處理 都給你管 那你一定要好好的管 有盡力 怎麼在訓人 對啊 對 我為什麼要跟你交代 對啊 為什麼是你啊 我還很可憐說 有啊 有盡力啊 什麼 沒有 其實因為像我的老婆 我的老婆也是就是 她很愛就是管理我的事 然後就要自己都安排 所以 雖然我要自己約 我要看鴨子啊 或者 REGAL啊 或什麼做 我都沒有 因為她就說 我已經安排好了 那你今天要去看鴨阿姨啊 八點啊 然後等九點 然後REGAL啊 這樣子 她全部都要寄來 所以我就是不用 自己不用寄的啊 多開心 對啊 你娶到台灣的女生 你要是回到瑞典 你可以這樣嗎 喔 不行 對啊 弱掉 生服了 對啊 你回到瑞典做這件事就是你了 對 在婚前呢 我老婆讓我感覺她是一個 非常賢慧的一個女生 但是在婚後 她其實 就是一切反轉 我變成她的小助理了 然後 很多事情我也想要叫她來幫忙做 但是就比如說 這種狀況 我家一大堆人 突然間門鈴響了 我老婆就很賢慧的去 去聽那個對講機 她竟然一聽 我以為照理講她就是會幫忙 開門啊 招呼了 她一聽 喔 你等一下 老公 她說找你耶 你幹嘛模仿你老婆講話 因為這是她所講的啊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就 你這種 你去幫忙應門 這不是接電話 你就問是誰 有什麼事情不就好了 對 她接了 應了門 啊 你等一下 老公 她說她找你的 你要不要來聽啊 有的時候你不方便聽 不方便出去見客的話 她這一講不就穿幫了 穿幫了啊 那個如果是來跟你要錢了怎麼辦 就是她傻乎乎的 我們去逛夜市 看到鞋子店 我們就稍微進去逛一逛 我也不會真正去買鞋 她看一些皮鞋 店員都在旁邊 旁邊還有客人 她說 爸爸你看 這裡好多皮鞋 你看你穿西裝都沒皮鞋 你趕快買幾雙好不好 我整個人的面子都沒了 好可愛喔 旁邊都沒了 少一個那個細胞 然後我們去屈城市去逛那個 OK蹦的那個地方 我們要買東西 要去包紮手 是 她就看到有一個 那個圓圓的中間一個洞的 那個是你腳如果有 有肌眼 對 爸爸 我跟你講 你腳那個剪貼這個肌眼貼最好了 店員又回頭看我 我還有肌眼喔 我一世英明都毀在 常常跟她出去玩 交代在一起的時候 所以她不大適合打理一些事情 對 我老婆跟她老婆也是 就是很喜歡露我們的氣很奇怪 露我們的氣啊 台中的姑娘都這樣 對啊 那個吃飯 然後說有一個說是醫生 這位是什麼皮膚科醫生 那我老婆就說 你這皮膚科醫生喔 那個幫玉琳哥看一下灰指甲好不好 我想說 怎麼那麼大 玉琳哥你有灰指甲 我說沒有啦 對啊 很輕微 就指甲有點變色 那個睡飽就好了 細菌感染 對 那有時候細菌感染 那個有時候 美肌會去消滅它嘛 你講得好像 每個人從此以後 那一群朋友 每個月會個飯局 遇到我 好像沒有話可以講 她就拍拍我說 那會一直夾好了嗎 安慰啊 哇塞 那會一直夾 會一直夾多難聽啊 對啊 感覺 唉 鼓勵也有 我覺得不只 我們不是想要 把你們當作我們的秘書 你知道嗎 有一些東西 我們真的不會 像我們都是 我們都是外地來的 對不對 雖然我們都會講中文 我們也會聽中文 但是我們 至少我不太會寫 有時候接到一個電話 我們在外面吃飯 或是幹嘛的 我要寫地址 我根本不會寫啊 我要怎麼寄 都是一定要請我 另外幫幫我寫 對不對 這是應該的 我不會做的事情 如果你可以做 你一定要做 如果是你不會做的事情 我一定 如果我可以做 我一定會做 這是應該的對不對 但是我們也有那種 外來的朋友 叫你朋友幫忙叫外送的 叫外送 喔 我有時候會利用這個爛藉口 說我怕我中文不夠 猜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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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可以玩成語接龍了 我看 比方說我們要外送披薩好了 那我不想 我不想點那個披薩 我有時候覺得 打電話過去 跟他們那些店員講很麻煩 然後我就很煩 然後我想 想避免這些責任 就跟他說 我怕我講 他聽不懂我的口音 或是我聽不懂他在講什麼 所以請你打電話給他就好了 他這個就想太多 你自己不會嗎 你中文夠好 我說沒有 其實我一直都沒有跟你講 我70人害怕我的中文不夠 其實那個就是假的 但沒有問題 但是我就不想打電話而已 他就想太多 叫披薩怎麼會 台灣那個賣披薩也是外國人 就打去 對啊 語言會通啊 那個人也是外國人 我男朋友他金錢觀念很糟糕 就真的很差 男生 不知道為什麼 就其實他的收入算是 上班 他是上班族 他算是上班族裡面 算收入算滿高了 已經算很好 然後扣掉他每個月固定的 什麼開銷保險 什麼貸款有的沒有的 扣掉之後 其實他的生活費 還算有一筆喔 所以他也會覺得 我其實OK 我很好用的這樣子 那他這個很好用 他就沒有去意識到 比如說 他跟朋友去吃個飯 然後請朋友請個課 或者是說 有時候晚上下了班 跟朋友小酌一下 那就沒有辦法開車了嘛 所以坐計程車 所以這種錢 你要想這種兩三百三四百 這樣子累積累積 其實一個月下來 每天或者是說 一個禮拜很多天 其實他整個搞得 他是透支的 然後他完全不知道 就我每個月薪水其實還滿夠用 為什麼我還會負債 我還會透支什麼 然後原來他都沒有在計算 就是他一個月到底 他有多少錢可以活用 然後到底他的生活費 比如說多少錢可以花在什麼什麼 之類的 他完全不知道耶 我才知道說 男生怎麼會今天觀念差到這樣子 然後我才幫他做統計 然後就會跟他講 比如說 你可以改掉一些生活習慣 有時候出去喝酒 你看 十一點半 其實大家也差不多到點了 或是 大家程度也夠了 那大家就比如說 就早點解散好了 因為十一點半 還有捷運可以做啊 很誇張 有些男生是 連這樣的觀念都沒有耶 沒有 是你們太厲害了 我跟你講 所以就是一定要請你們當我們會計啊 因為你們算東西比較好 對不對 特別是在外面 比如說我們去唱KTV 有一大堆女生 一大堆男生 男生可能會喝太多還是幹嘛的 那我們要算錢的時候 給女生算是最好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男生算好 那我們要跟每一個男生說 你五百 你五百 那他就給我四百塊 然後我就說 Jaze你要多給我一百塊 這個可能跟男生 為什麼我要給你多一百塊 對啊 好像是我對他不好的 好像你要像我要錢一樣的感覺 這樣子有點不好的感覺 女生會比較溫柔 對啊 女生說 Jason你要多給我一百塊 Jason可能說 一百塊我給你兩百 給你兩百 剩下一百拿去買糧的 那女生 男生做這件事情 這是不可能的吧 我覺得女生處理是最好 可是有一些男生真的很誇張 就是你說除了月光族之外 他還會有負債 他的信用卡 還是繳那種循環利息最少的 我就遇過這樣子的男生 所以我就必須要每天幫他抓出來 到底為什麼 你一個月薪水其實還蠻多 為什麼每個月可以花這麼多 然後信用卡還負債 變卡奴 所以每天就要幫他記帳 你今天跟誰出去吃飯 花了多少錢 所以每天發票回來 都幫他登記好 然後還逼他每個月 至少要存兩千塊去買基金 就至少以後 你四十歲之後 會有人幫你推出去曬太陽 就是至少以後 還會有人幫你這樣 就幫他一切都規劃好 對 然後殊不知呢 在幫他登記的過程當中 有時候就不小心會發現 他可能去買了一些奇奇怪怪的 什麼去MOTEL的發票 真的 就不小心抓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可是幫男人做多了以後 就變成專家了 真的 我個人是真的脫我男朋友的福 就是某一年呢 我們家的廁所燈壞掉了 然後然後他就也是很自告奮勇 因為也是男生嘛 總是想說女生一個人住 然後想說他要幫我換那個廁所的燈管 但是呢 因為我們那時候的燈 其實是真的是蠻特別的燈 所以他就開始研究 在廁所什麼拆那個燈 就是要把那個燈管拆下來才能去買啊 拆拆拆拆拆 好久喔 真的我忘記有多久 然後他直接跟我講 你有沒有一字起 十字起 什麼扳手什麼的 我就一樣一樣 他要什麼 我就拿給他 到了最後 我們家廁所燈被整組 連燈具拆下來 然後就拿到客廳 然後開始 整個從細部開始拆喔 拆到最後終於把燈管 差不多 差不多是這樣的模式 整組拿下來用 整組拿下來 然後終於把那個燈管拆下來了 可是據我後來研究 其實它只不過是一個彈簧 你把一邊壓進去 然後它就翹出來了 你就可以把燈管拆下來 就這麼簡單 然後好了 就那一組燈具就被拆下來 可是我又不會裝 因為整個被拆得稀巴爛的 那一刻 從那個燈具拆下來那天開始 我們家有半年 半年的時間 我們家廁所沒有燈 然後我就會點蠟燭 然後 好可憐 我就在家洗澡的時候 開始點蠟燭 然後還安慰自己說 哇 這是氣氛 這是氣氛 晚上忍不住還把蠟燭吃了 有那麼餓嗎 吃之前應該滴一點蠟油吧 玉琳更也好嗎你 對啊 吃蠟燭的不是一般人 吃蠟燭的是什麼 殭屍吃蠟燭 那我覺得男生真的很奇怪 真的很誇張耶 對 他都把女生當成神嗎 好像我們什麼都會 特別是跟男生去採買一些 家裡需要的一些安裝工具 他都問他說 那你覺得這適不適合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妝這邊是對的嗎 他說你覺得OK就OK 然後回到家之後也很懶 就放在那邊擺著不動 也不去修什麼都不弄 然後變成我們女生都要自己看說明書 然後一條一條的慢慢弄 然後自己就變得很會修電器 很會用電腦程式中毒 自己上網宰東西啦 那種遙控器什麼 都我們女生自己來耶 女生喜歡假的 喜歡去買那種組合式的家具有沒有 IKEA那種有沒有 好啦 一大箱回來 傻眼了 慘了 那我們也會煮好不好 那個到最後都會煮了 那一箱一擺 擺半年 你看我看你 因為他覺得說該是男生去煮 對啊 該你們要煮的 不是每個男生都有這種天分 有時候我們看那個圖 也是跟天書一樣你知道嗎 後來就擺半年 後來老婆 老婆在那邊邊煮邊生氣你知道嗎 什麼東西嘛 這個也不會 對 對 而且煮起來 對 所以我們訓練你們變成厲害的人 怎麼樣 這個是活生生在我們家前兩個禮拜 就發生了一次 妳是孕婦欸 對 因為我就是買了一台電風扇來回 我覺得好漂亮 整個全白的 然後我想說因為小憶 她現在在睡主臥就不開冷 想想開電風扇比較省電嘛 買回來 我說那你煮一下嘛 那個就電風扇很簡單 半個小時出來之後我傻眼 那個電風扇就算它煮好也不能用 因為它整個零件全都是相反的 它不會煮 真的煮 所以我就說 好吧 我就只好趴著肚子蹲在那邊 全部拆完之後 我整分鐘就弄好了 我相信啊 然後他就說 原來這個是裝這個 不是裝反的 我說請問你這個裝反的怎麼用 你不用看那個圖 你都知道這個不可能是裝反的嘛 對 變成抽風機了 對 抽風機 我跟你講到最後我們家那半年沒有燈之後 我是有一天真的火大了 我覺得我再沒有廁所再沒有燈 我真的 我不知道我洗澡到裡面洗乾淨的狀況 我真的要瘋掉 我自己跑去IKEA買了一組新的燈具 自己把它裝上去 然後讓它整個廁所亮起來 至少有光 對啊 而且我覺得 而且我覺得我們家宋達明是這樣 他是 因為他不懂某樣事情 譬如說 他不知道電腦裡到底能做什麼 所以他覺得我是學電腦的 所以我所有的電腦的事情 就應該都知道 是啊 所以他常常在外面人家說 我有一個東西不會弄 他就會說 我帶回去給百榮弄 他知道 因為他會電腦 可是他不知道電腦其實是 很廣 多少東西啊 對 所以他每次就大半夜帶一個東西 回來說 這個要剪接 我說 什麼叫剪接 他說 用電腦剪接啊 不是就用電腦剪接一下就好了嗎 我說 我怎麼知道什麼叫做用電腦剪接 他說 你不是會電腦嗎 他說 我會電腦不是電腦剪接 這個差很多啊 我們可能一般操作可以 你說我去剪接 他說 可是那不然怎麼辦 我已經答應人家了嘛 那你趕快去看看要怎麼弄啊 然後我就變成就是 因為被逼的 時間緊迫 我就開始 真的還去搜尋人家說 怎麼用軟體 然後去剪接 然後怎麼弄 就後來被逼到 欸 弄一弄也還真會了 這才是真正厲害的地方 你有這方面天分 我依發了他的潛 真的啊 我需要一個30秒的電腦動畫 你可以幫我做一下嗎 不是 反正我突然想起我們家螢幕壞掉 你會修嗎 螢幕現在沒有東西啊 我手機現在要越獄 你現在會越嗎 很煩欸 我們現在來問一下 男生的想法到底是什麼 來 夢多 沒有啊 就是我之前就是 我也是啊 就是差不多電腦白痴 然後就是一個 之前的女朋友 她很會用電腦 而且就是 她 因為我真的 什麼 那個Word 還有那個PowerPoint 什麼都我不會用 而且就是我很 很難的學這個東西 然後 那時候的女朋友 也不太會用 但是就是我說 欸 學一下 練一下 結果她練練練練的 越來厲害喔 而且 欸 其實你對電腦的那個 天分還不錯 那就是我的要求 越來越多 然後那個 因為我還有另外一個工作室 武士之導嘛 就是有些我拍的 就是動作片啊 就是幫我剪一剪 哇 連Final Card都學會了 喔 結果最後她就是 因為我 藍大學習這個東西 她有放工作 然後她的心思也更好 像我念大學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比較沒有錢啊 所以車子有什麼小小的問題 如果我可以自己解決 我一定會 但是我會請我女朋友 站在我旁邊 跟著我一起做 為什麼呢 她 有可能需要這些 有時候 有可能是以後 她也需要做這些東西 例如說 換那個黑油 是黑油還是機油 機油 機油 換那個機油 或是輪胎破掉 或是那個煞車燈壞掉 什麼什麼的 她那時候我都教她做了 但是她一直站在我旁邊 就說 你很煩 我為什麼一定要陪你這樣子做啊 我也可以請人家來做啊 她說 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 說不定你之後 會需要用到這些東西 但那時候就一直念 一直念一直念 但是 調到這個時間 大概幾個禮拜前 我看她的FB 她破在那邊 她在高速公路 輪胎破掉 她自己把那一台車 那個輪胎換掉 換好 然後就寫了 我非常非常的開心 我幾年前學到 那個輪胎到底要怎麼換 所以你看 有時候我們教你一些東西 是好的事情 她破那張照片 旁邊還有其他的黑人嗎 呃 沒有 就是她跟她的小孩 哦 我覺得台灣女生 比法國女生真的不一樣 因為現在法國女生要 不要 比方說不要奪才 不要媳婦 他們要獨立的男生 可是我覺得台灣女生 你照顧太多你們的男朋友 可是我覺得她是台灣的文化 所以 如果你們女生不喜歡這個 我們可以穿金色毛 哦 我有一個問題 你們三個有聽到她說什麼 我只看她們的眼神 慢慢 就是看 如果你們現在Q她們 Q她們一下 她剛剛說什麼 我覺得她 你們講不出來 因為我們已經被她的帥氣給迷進 說不了 可以 所以沒有關係 她說什麼都好 對 法比歐 非法叫你家電 法比歐 你們家電腦有沒有壞掉 她可以去幫你下電腦 需要收電腦嗎 對 她剛剛的意思 我來翻譯一下 她剛剛的意思是說 現在法國的女人 希望男生很獨立 獨立 但到台灣呢 台灣的女人會照顧法國男生 或者是外國人 對 所以我們可以把法國男人 或是外國人 當成金絲貓照顧 喔 金絲貓 就這樣的意思吧 對 她就這個意思 對 我跟你講 你要學一句話 你開心就好了 對 欸 欸 你聽那麼多的故事呢 生活中就是不斷地學習嘛 對不對 教學相長 欸 弄出了很多的遺跡之長 這個不是好事嗎 培養自己的第二專長 對不對 對 像癌癌這輩子絕對沒有想過 她可以當看護 對 她也沒有想過 她可以去洗車打蠟 對 多好的一件事 她以後可以做的工作多了 開老人院啊 開那個汽車 或汽車美容啊 開水電行啊 欸 搞不好有更好的發展喔 對啊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二分之一強 下次見 拜拜 我們再試一下 我們再試一次 我們來指定 讓你來指定 好了 沒事 我們來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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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來指定 製表 跟這被禁來指定 也可以 對